请继续给大家分享梅花手绳的编织方法 像这样的梅花手绳 因为上次教大家编了可以拉缩绑的 这次我们就教大家这种 不可以拉缩绑的 一样的准备好两根线 一根长五六十厘米 一根长七八十厘米 如果你的手臂粗的话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手臂长度 适量的调整线的长度 两根线合并在一起 上次我搭配的是黑色和红色 这次我想搭配一下白色和黑色 从中间对折 开始这样拧 拧两到三厘米时 用黑色这股线 用黑色这两根线 打蛇结固定 开头 好 我们取黑色这两根线 打蛇结 蛇结呢 我这里打三到四个 刚刚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垃圾 水解打好之后 将这个线固定住 黑色两根线这样摆放 白色这两根线挂上去 开始做梅花 把紧挂上去拉紧 拉紧之后开始做梅花花吧 我们看到我这个梅花它是错开的 不是直直的 那错开的要怎么编呢 这里告诉大家就是一边 打两个雀头结 一边打一个 我们先来右边打两个雀头结 打雀头结 注意要移上一下 先从上穿过 然后从下穿过 一个雀头结完成 再来一个 上穿过 下穿过 好 两个雀头结完成 这边也是一样 先从上穿过 下穿过 下穿过 这边那就打一个 然后线还是这样摆放 挂上去 拉紧些 要注意调整 好了一朵梅花花吧 做成 做成之后 我们把它取下来 用黑线打一个蛇结 把蛇结的方式不变 我有专门的 蛇结教程手链 不会的 可以去我的主页看 蛇结打好之后 再把它挂上去 做第二朵梅花 现这样摆放 拉紧些 滑调整 还是这样摆放 放在这里 听起来 现在摆放 年轻的角色 做成之后 我和大幅园的 经常摆放 从下穿过 这次换左边打两个雀头结 上 下 上 下 打好之后 现在还是这样摆放 第二朵梅花完成 再把它取下来 收接的方式也一样 这样打个圈 这根线穿过线圈 收紧 收紧第二根 好我们看出来 有错位感的梅花就出现了 接下来的动作就是一直重复 一直记住 先是右边打两个雀头结 然后是左边打两个雀头结 就可以 做到适合的长度之后 这里呢有几个射结 我们这边也是打几个射结 刚才好像打了四个 我们就打四个 第三个 最后一个 打好收紧之后 将这个四根线 平翻 成两份 再打舌结 因为两根线打了 它会更大一些 如果线差点就不够了 大家取线的时候 可以多取长一点 打完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再打一个 如果感觉它还是不够粗的话 我再用这两根线打一个射结 因为这个线太短了 该是这个 射结打好之后 减去多余的线 这样那一条梅花手绳就做好了 戴的时候这样就可以 感觉还是红色的跟下梅花 大家觉得呢 下个视频呢 给大家分享 这样一款 我也说不出来 它像桃花还是杏花 反正很漂亮 给大家分享 这一款手绳的编织方法 也是用两根线 非常简单 我每天都会分享 视频教程 感谢观看